嗨 大家好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爵老師 這集要帶大家瞧瞧 螳螂的蛋裡究竟包了什麼玩意兒 讓我們開始吧 螳螂媽媽生下的東西叫做飄削 飄削裡面包著軟粒 不同種類的螳螂媽媽所生下的飄削 也長得不太一樣 今天介紹的第一顆 是大刀糖的飄削 飄削外部有幾個重要部位 產卵的開始點與結束點 以及孵化口 現在我們將飄削橫切開來 給大家看看內部的構造 是大刀糖的 軟粒集中在中央的區域 而周圍有一圈蓬鬆的組織保護 這些凹槽就是螳螂軟粒的位置 現在我們再把上面的軟粒給拆下來 每顆凹槽都會對應一顆軟粒 而這個飄削是沒有受精的 因此無法從軟粒中看到小螳螂 接著我們從縱向切開飄削 來觀察看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大的凹槽是軟粒的位置 而左邊細細的通道則通往孵化口 小螳螂會從這裡鑽出來 再來我們來看看其他種類的飄削 今天的第二顆飄削是寬複斧糖的 首先是產卵的開始點與結束點 再來是孵化口 接著我們將飄削橫切 看看內部跟刀糖的有什麼不同 是孵化口 腐糖的軟粒也集中於中央區域 外圍也有一圈充滿空氣的組織保護 這兩種螳螂的飄削 橫切面的構造大致相似 現在我們來看看重切面 腐糖飄削的凹槽間 寬度差不多 右邊是孵化口 它們的孵化口較為特殊 有類似門的構造可以掀起來 小螳螂用頭頂開門後 就可以順利孵化 好啦 以上是本期一週一堂課的介紹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傑老師 希望你喜歡本期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賺金 的時候 目末 開始 開門